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豆角我们平时都是拿来炒着吃的 或者是凉拌着吃,或者是炖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好吃的做法 搭配上三个鸡蛋,营养又美味 吃锅真的是太香了 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吃过哦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做的这道美食用的是这种长豆角 也就是姜豆角 它吃起来口感比较清脆一些 我们先把豆角的顶端给它切掉不要 然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到小一点这样口感会更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里面 然后加入两克食用碱 再倒入清水,没过豆角就可以了 洗豆角的时候加入碱面 可以使豆角吃起来更加软嫩 然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切掉两端 哦,这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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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散以后放在一旁备用 锅里面提前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把泡好的豆角直接下入锅中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间不用过长 水开以后就可以把豆角捞出来了 像这会儿捞出来它的颜色是最漂亮的 给它控干水分 倒入碗中稍微给它放凉 然后再倒入打好的鸡蛋液 然后再倒入打好的鸡蛋液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呢 把切好的洋葱丁倒进锅中 翻炒出香味儿 炒香味儿 炒香以后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出红油 炒香味儿 炒好之后呢 再把鸡蛋豆角直接倒进锅中 开小火慢慢地炒 把鸡蛋和豆角炒干水分炒至定型 这一步大家一定要有内心哦 如果用大火炒的话 特别容易糊锅 炒好之后呢 再加入一勺十三香 再把调好的酱汁也倒进来 再把调好的酱汁也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酱汁的食材炒至入味儿 最后炒至鸡蛋定型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碗中就可以享用了 这样做的豆角既可以当成下饭菜也可以当成咸菜吃哦 接下来锅中烧开水 而准备好的面条放入锅中煮熟 这里大家可以准备手擀面 也可以用挂面 煮好之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口感会更加的筋道 更加的好吃 过凉之后呢 给它控干水分 直接捞出来 装进小碗中 然后舀上一大勺的豆角鸡蛋酱 放在面条上面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盖浇面就做好了 像这样做出来的豆角即使没有肉 也是非常下饭好吃的 我们也可以搭配上馒头 放在里面夹起来吃 舀一口也是特别的香 很多小孩子都不喜欢吃豆角 但是豆角的营养特别的丰富 常吃对身体非常好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豆角 孩子特别喜欢吃 而且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你学会了吗 这种做法真心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给你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